第168集 沈木青是半夜被潇洒吵醒的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潇洒已经钻进了被子 潇洒 他转过身去抱住了她 潇洒以一个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 沈木青的手就顺势伸进了她的衣尖 滚烫的肌肤 冰凉的指尖 潇洒深吟了一声 咬在了她的肩头 沈木青 潇洒在她耳边低语 想不想我 想 盛青的回答干脆又坦然 潇洒只觉得意乱情迷 沈木青 我也想你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像孩子在撒娇 让沈木青的心里软得能滴出水来 他紧紧地抱着那个在他身上驰骋的男子 动情地亲吻他的面颊 好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就像把这几个月的分别都补回来似的 潇洒和沈木青都有些荒唐 天色微白时 两人还缠在一起 可是继娘已经醒了 他指着父母的卧室一压压的要进去 明霞红着脸抱了继娘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妈妈过来地上训她 抱着姑娘去院子里溜达溜达 可继娘还没吃奶呢 直等一会儿又要大哭起来 沈木青一直是自己哺乳 绣姑早就辞了 正说着门支压的开了 随意披了一件倒袍的潇洒走出来 继娘一件立刻手舞足蹈 潇洒唤起抱了女儿进屋 明霞这才松了一口气 吩咐喜鹊打洗脸水 又去厨房督促早饭 因为潇洒不用去献学 又开了春 两人就在家里把屋子重新布置了一番 又带着继娘去城外的姑子庙里进了乡 等潇洒的嫁完 京都来了好几封信 有沈真的 有实境书的 还有卫士的 沈木青先拆了沈真的信 沈真已经知道了潇洒在卢定发生的事 在信里表扬潇洒 还祝福他想办法夸大自己在这一次战役当中的功劳 以赦某些别有用心的小人 另外 还有信中说 上次潇洒请他给孩子取个名字 他觉得可以叫月影 还写道 山光月鸟性 谈影空人心 让他们夫妻多多读书 修身养性 不可浮躁 夜影 沈木青在纸上写了几遍 越写 越觉得这名字好听 随把信放到一旁 准备等潇洒回来了 跟潇洒商量 他又笑着 拆了石敬书的信 石敬书在信里有些羞羞答答的 很委婉地问他 他和任祥是不是挺有缘的 还立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 两人都喜欢甜食 两人都喜欢华丽的服饰 两人都很注重出生能力 沈木青看着 心中一动 提笔给沈真写了一封信 请他老人家做兵人 成全了这对有情人 而魏氏的信中 还加着一封信 沈木青看着奇怪 抽开一看 竟然是佑慧的 他不禁啊了一声 急急地拆了信 信中佑慧还是一副天真的样子 开篇就抱怨沈木青 为什么那么急着就嫁了人 还说他们家都想让沈木青再回去 沈木青不由地望着信 苦笑 佑慧又在信中说 他是去看卫士的时候 才知道沈木青生了一个女儿 而他三哥到现在膝下游空 夏氏一直没有动静 冯婉慶虽然怀过几次 但都流产了 大夫说他可能很难再怀上 冯氏就责怪夏氏 说他没有好好地照顾冯婉慶 夏氏出言顶撞冯氏 把冯氏气得病倒了 全来有蒋双锐的照顾 而一直以来对他照顾有家的大嫂 却在这件事上不言不语 以至于他回娘家的时候 冯氏向他哭诉 说梁伯公毕竟不是亲生的 因此王文慧对他很是不敬 他去质问梁伯公 梁伯公大怒 把王文慧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还说如果王文慧再敢对冯氏不敬 就送王文慧回王家 又会在心里感叹 如果是沈不清 家里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沈不清拿着信 不由地正愣了半晌 梁继敏终是对冯婉慶有情的 自己的退出再正确不过了 何必留在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身边 争来夺去 让自己面目不堪呢 尽管这样想 他的心里不免有淡淡的怅然 再看魏氏的信 满指歉意 说又会这封信本来是去年秋天写的 他压在了案底 谁知道又会三天两头 问他沈不清为什么没给他回信 无奈之下 他只好加在自己的信中带了过来 如果又会有什么地方言辞过激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还让他看过信之后就把信收了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最后他问了季娘的情况 也说了说代宝的情况 提到女儿 沈不清的心情就好了很多 他先给魏氏回了信 提到了季娘的顽皮 以及自己的无奈 也写到自己很羡慕代宝的听话乖水 然后他给又会回了信 说到王文汇的不疑 让他在逢侍面前多多的为王文汇说好话 也问到他婚后的生活 最后略略提了提自己 说自己过得挺不错的 让又会好好的尊敬 吓使这个嗓子 待潇洒回来 沈不清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收到的几封信 都给他看了 潇洒认为 沈真的信很重要 笑道 老爷这名字起得好 等静阳总周岁以后 就永远有这面吧 沈不清自然是没有意见 至于任祥和石敬书的事 潇洒当然乐见其成 他提笔给任祥写了一封信 把石敬书给沈不清写信的事提了提 然后笑着对沈不清道 他呀 要是连这种悟性都没有 也就别想成家立业了 沈不清却担心另一桩事 我听说 他屋里有人的 石姑娘应该知道吧 这是人家的事 你容不得人 人家石姑娘未必就容不得人 我容不得人 沈不清趁着插了腰 你倒说说看 我是怎样容不得人了 当初河里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有一个冯婉青吧 这话潇洒却不愿意说 他笑着露了沈不清 可我就喜欢你容不得人呢 沈不清可不听他哄 两人在一起 一心一意的 难道不好吗 潇洒听他的语气里 有几分失落 知道他有心结 自己纵然说上千句万句 不如顺着他的意思过日子 就笑着转移了话题 那 魏良是在血底说了些什么 沈不清果然转移了注意力 他把又会信中的内容告诉了他 如果冯婉青和梁济敏能够结成夫妻 也许这些矛盾都不存在了 潇洒听着竟然有些同情两人的意思 不由得心里有些吃醋 那人心术不正 你还为他说话 虽然君子已得抱怨 可这人实在是不值得 你为他说一句好话的 他想把那天在百花酒楼发生的事 告诉沈不清 最后想了想 还是没说 沈不清是在想 如果两人在现代社会里 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波折 但这种话 却不知道怎样开口 索性不说了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 芝芝 演播 书书 我只是觉得 梁渊一代名将 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有些感慨罢了 盛不清 叹道 潇洒 却听着心动 想到了 纪娘的坏脾气 以后 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我不再插手 盛不清 听着奇怪 你这是怎么了 潇洒犹豫道 我看着 纪娘哭 我就心软 以后 孩子的事就交给你吧 盛不清笑起来 这样挺好啊 孩子面前总不能一味的严厉 也总要有人纵容才是 潇洒听了 眼睛一亮 别人家是原父慈母 我们家就来个原母慈父 我喜欢当子父 沈母亲很理解他的心情 有的时候 父母喜欢把自己没有得到的补偿到孩子身上 两人正说着 沈母亲想起一件事来 我算着日子 云娘该要落月了 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呢 上次周王室来的时候 沈母亲曾经问过云娘的情况 她生了两个女儿 而丈夫庄健却是三代单传 娘家来人 她胆子也大些吗 这事你做主就行了 潇洒的表情有些淡 但沈母亲还是从她的眼底看到了笑意 我派人去看云娘 你高兴就高兴 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沈母亲觉得 潇洒和云娘还是因为从小不在一起 现在大了 就是关心也不能像常人那样表现出来 要不然云娘怎么会算着日子 来给季娘送满月礼呢 潇洒依旧没说什么 只是拉着沈母亲的手 叹了一口气 有些事得慢慢来 沈母亲第二天一大早就叫了李妈妈 让她带自己去清园给潇洋娘请安 自从沈母亲生了女儿 李妈妈的情绪就有些低落 每逢初一十五在家里坟墙烧纸不说 还几次提出来 让沈母亲早点给季娘断奶 好再生一个 生怕萧家嫌弃沈母亲 现在沈母亲让她去给潇洒嫡亲的妹妹请安 她自然是喜出望外 连声说好 安排好了去清园的事 沈母亲接到了沈真的来信 沈真告诉她 石敬叔和任祥的婚礼定在了九月十八 到时候有敏先生取名秀林的大舍也会从周杀回来 一是参加当年的同事 二是大舍今年十二岁 要一亲了 日子过得好快呀 在沈母亲的脑海里 大舍还是那个虽然彬彬有礼 却拘谨戒备的小孩子 要不你带着季娘回趟京都吧 潇洒沉思了半上 低声的道 大舍一亲可是一件大事 我不能去 你和季娘去吧 也让老爷见见季娘 又胡说些什么呀 我带着季娘回京都 把你一个人留在庐定啊 潇洒言简微垂 我一个人留在庐定也没什么 京都繁华 老爷又一个人 你回去看看也好 沈母亲就狠狠地拧了潇洒一下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就带着季娘回京都去了 潇洒微微点头 沈母亲抱了丈夫一下 你呀 真是个大笨蛋 潇洒抬头 沈母亲已经转身换了冥霞 和我去库里 看看什么东西适合送给石姐姐做贺礼 说着又若有所思的忘了忘了冥霞 她今年都22岁了 是老姑娘了 前年 营秀由石敬书做主 嫁到南京一家开筹布店的 庆春几个也嫁了人 白纸房那边只留下了英芬 自己也要为这两人打算打算了 冥霞 这次你带我回趟京都吧 到京都后就不用回来了 跟着英芬住在白纸房好了 奶奶 我跟着您 冥霞眼中又惶恐 沈母亲笑着摇头 你总不能跟着我一辈子吧 冥霞还欲说什么 沈母亲已到 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 你收拾收拾 过几天就起床 她的话说出口 冥霞不好再变什么 知道 那要不要买几个小丫鬟进来啊 嗯 明天你去找雅婆吧 趁着你们都还在 帮我训几个得力的人出来 冥霞神色一暗 屈膝行礼退了下去 潇洒知道 沈母亲要送冥霞回京都 重新买几个小丫鬟进来 不有的沉吟 上次庞大人曾对我提到 她有一个侄儿 在荣城看了一间茶叶铺子 在雅安还有二十几亩凉田 想找个闲凉收得的 庞夫人看上了冥霞 后来事情纷乱 我一直没来得及提这件事 你不妨考虑考虑 我不想把冥霞留在卢定 沈母亲对潇洒直言 这地方太偏僻 生活太辛苦了 潇洒没再说什么 可过几天 庞夫人来拜访 开门见山的就提到了这件事 我们也不求女方的门店 只求人品相貌 我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人 不打瞧得起炉顶这小地方 可我那侄儿 却是在荣城做生意的 配你们家宁币也不为过 如果庞夫人不是这样紧紧相逼 沈母亲倒还有几分心动 可她这样一急 倒让沈母亲胜出几分疑斗来 她派了人给郑三奶奶送馅 让她帮着打听庞大人的侄儿 庞天福的情况 不几日 郑三奶奶那边就有信传过来 原来这庞天福是个残疾 她有一只手臂被人砍了 沈母亲气得不轻 叫了明霞 你和宁币一起走 宁币知道了 却跪到了沈母亲的面前 奶奶我愿意嫁过去 胡说 沈母亲的气还没有消 难道我是那种有事 把身边人推出去的 何况那个庞天福的手 是被人砍的 不是出事断的 这种人 你还是少惹为妙 宁币扶在她的膝头 大哭了起来 奶奶我愿意嫁过去 我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挑别人的 你人长得漂亮 又能干 什么样的人都配得上 沈母亲让喜鹊拉她起来 你不要妄自菲薄 宁币哭了起来 喜鹊也泪眼婆娑的去拉她 正闹着 小丫鬟病道 唐夫人来了 沈母亲皱了眉头 让人请唐夫人去了花厅 这一次 唐夫人不是一个人来的 和她同来的 还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身材伟岸 相貌堂堂 身色精明干脸 穿了一件深蓝色素面装花直多 一只袖子空荡荡的 沈母亲看得明白 笑着哀哑一声 退出了话听 哎呀 我还是叫了相公回来吧 夫人不要误会 在下旁天福特来给肖太太请安 那男子忙向 沈母亲行礼 说着一挥手 有七八个汉子 弹四个香笼 放在了屋檐下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沈母亲看着这形势怎么像那些江湖上讨生活的 庞夫人看着也变了脸 轻声的斥责庞天福 你这是做什么 小太太可是从京都来的 不是你平日的接触的那些粗妇 快快收了 说着又向沈母亲屈膝行礼 太太不要见怪啊 我这侄儿啊 是个职场子 沈母亲笑着还了礼 夫人不要客气 我年纪轻 经历的少 还实在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说着 已在心里冷笑 那旁天福对着沈母亲一依到底 早听说过 小爷才智过人 以一人之力 祖缘猛人万人之事 萧太太深明大义 为夫千里奔波到炉定 庞某不才 仰慕这样的英雄豪姐 求太太垂脸 将婢女许配我 相公不在家 我也不便留庞公子多做 沈母亲喊了小丝 送庞公子到花厅座 派人去跟爷说一声 就说家里来了客人 小丝应声而去 沈母亲就看见那旁天福 眼神一暗 然后恭敬的给自己行礼 跟着小丝退了下去 小太太啊 我这侄儿啊太鲁莽 庞夫人有些不好意思 原来我也跟她提过这件事 她心里就十分的愿意 后来萧爷抗原立了大功 她就更是想攀了你们家这门心事 小太太 我们也是诚心诚意的 好了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